胡锦涛主席来到这里 亲切看望中国维和部队关闭 当地时间下午4点50分 胡锦涛主席来到星期一 主席同志 中国布利比利亚维和部队 列队完毕 请您解约 指挥长李峰 按计划进行 成功 同志们 今天 在远离祖国的非洲大陆 看到同志们 精神斗鼠 斗志高昂 我感到非常高兴 首先 我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代表祖国人民 向你们 表示 亲切的慰问 和崇高的敬意 胡锦涛主席强调 自2003年12月 我国参加联合国利比利亚维和行动以来 同志们牢记祖国人民的重托 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发扬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的精神 克信职守 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 为利比利亚的和平稳定和恢复重建 做出了重要贡献 祖国人民 为你们感到骄傲 胡锦涛主席说 同志们作为联合国维和人员 肩负着重要而特殊的使命 为了更好的完成任务 希望同志们牢记使命高于一切 责任重于泰山 发扬优良传统 做维护世界和平的卫士 希望同志们维护中立友好的大局 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多为当地人民做实事做好事 努力做促进中立友谊的使者 希望同志们充分利用 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有利机会 学习友军长处 加强自身建设 努力做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标兵 胡锦涛最后说 希望同志们 劳力集合 保重身体 尤其要注意安全 祖国和亲人 期待着你们 圆满完成任务 凯船而归 检阅结束后 胡锦涛主席在会议室听取了维和分队指挥长李峰的工作汇报 胡锦涛主席叮嘱道 维和部队在完成任务的同时 要关注当地民生 多为当地民众办实事 把中非友好的种子 播撒到人民心中 胡锦涛主席 欣然命笔 为维和分队提词 忠实履行使命 维护世界和平 在运输分队七班的宿舍 军委主席体贴入围的关怀 让远离祖国和亲人的维和官兵们倍感温暖 他们纷纷表示 尽管困难很多 但一定完成光荣的维和使命 胡锦涛主席欣慰地说 你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展现了我们威武之师 文明之师 和平之师的风貌 祖国人民为你们感到骄傲 很快要过春节了 每逢家籍非世青 你们也想念你们的家人 你们的父母也都想念 远在非洲大陆的孩子 你这几钱 一定给家里边 能够想办法 能打打包 给家里通过话 给父母亲报个平安 然后给父母亲拜个年 让家人放心 好不好 好 胡锦涛主席又来到吹石班 详细询问部队伙食方面的情况 并登上吹石车 查看有关设施 胡锦涛主席得知 这里蔬菜供用困难 十分牵挂 这次专门用专机 从万里之外的祖国 给官兵们带来了一些西兰花 白菜 黄瓜 蒜苔等新鲜蔬菜 胡锦涛主席 无微不至的关怀 令官兵们感动不已 离开时 胡锦涛主席 从中国副利比利亚 维和分队 民事检察 军事观察员 和参谋军官 握手告别 官兵们 用热烈的掌声 表达心中的喜悦之情 胡锦涛主席 一行 风尘扑扑地离开了新基地 官兵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大家纷纷表示 将牢记胡主席的重托 听党指挥 服务人民 应勇善战 坚决完成 维和任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支持明镜与点 Hubcardi